后来我自从吃了素以后 我怕我妈妈担心 我每半年就上那个医院去检查 确实是医生说拿着我那血 就让别人看 说你看这人的血多轻 我觉得确实是好 确实是好 真是为自己健康都应该吃素 还有师父 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我们演员都愿意美容什么的 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 师父真的我就一直在看着您的脸 我说师父抹了什么高级的化妆品 这底色简直太好了 一直想问 后来我就问旁边别的人 我说师父抹什么高级化妆品 然后那个旁边人就说 师父从来不骗人 从来不抹高级 那是什么都不抹 这是因为吃素 然后因为师父有清静心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他们现在又演员之间就互相传 就说哎呀又有什么化妆品了 几千几万什么 我说你们吃抹什么也不如我们师父的脸 吃干净透的 吃素 而且清静心 您说师父这两个方面吧 对 是吧 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想跟我那些同行们说说 真的吃素 你试一下 而且你真的好好念佛了 念经了以后 就是自己有慈悲心了 长样你的慈悲心 然后你自己心清静的时候 那个是最好的美容 这个还省钱 不用再去吃肉了 然后吃点素食 豆腐什么的特别的好 那师父 我就在想 就是现在我们温总理 号召大家要放弃口中的 一块肉 换成豆腐 您说现在的豆腐就是安全吗 师父 现在我听说 这个大豆腐被外国人搞这个基因 问题就很多 所以这一段事情 让我们想起 70年代 英国唐恩比波斯 他那个设计者说 他反对 用这个农药化肥 所以他主张 人类的这个农根 要恢复到过去 完全用这个人工来培养 那才是最健康的 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这个种黄豆的时候 不能撒农药了再 最好不要用农药 不要用化肥 当然现在这个大豆 那美国输出口的这个种子 都是基因改变了 那就不正常 人绝对要记住 要回归大自然 大自然是最健康的 你改变自然 问题一定会发生 不可以改变自然